他是漫威里最温柔的超级英雄 看看这和善的笑容 是为那个女孩子不心动的 即便是面对出言不逊的洛基 他也只是轻轻地排去对方身上的程度 做完好事还不留名 男人名叫布鲁斯·班纳 原本是一位物理学家 一次在和女友背地做基因实验时 却突然发生了意外 作为实验对象的班纳 在达玛射线的照射下 身体发生变异 变成了力大无穷的绿色怪物 变身后的班纳不受控制 不仅破坏了实验室 连女友也身受重伤 清醒后的班纳非常自责 为了不伤害身边的人 他决定躲藏起来寻找解药 专言五个月过去 班纳在巴西的一处平民窟隐居 过着一人一狗的普通生活 为了能掌控自己的身体 一有时间 他就去找大师练习巴西柔术 和通过呼吸法来控制怒气 只要控制好心律 就可以防止自己变成绿巨人 然而这种安稳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班纳在一家饮料厂上班 可以不小心手指被划开一道口子 血液滴到了流水线上 班纳深知自己血液的可怕性 赶紧叫人关掉了机器 仔细擦掉机器上的血迹后 他又立刻用胶水封住伤口 却根本没注意到 还有一滴血落在了一个饮料瓶里 而这个瓶子在装满饮料后 被发网了米国 李大爷在喝下一口后 直接原地升天 这件事很快引起了罗斯将军的注意 在查到班纳的工厂地址后 他迅速召集兵力抓捕班纳 甚至还派出了特种兵中的精卫布朗 布朗一伙人锁定了班纳的位置 他二话不说 对着床铺就是一顿扫射 殊不知班纳早已逃之夭夭 他利用地形的优势灵活走位 虽然部队没那么快追上 但此刻的班纳必须停下来 将心率控制在200以下 休息片刻的班纳跑进了工厂里 不料却撞到了当地的小混混 三人围住班纳就是一顿胖揍 而班纳还好言相劝让他们助手 只见他的双眼散发着绿光 不知死活的光头还想踹上一脚 不料 两名混混吓得连忙逃窜 这时布朗的特种小队也赶过来 他们发出了大量麻醉疾 然而根本射不进浩克的皮肤 一名士兵丢出手雷势图压制 没想到反而激怒了浩克 浩克推着铁关撞向士兵 仅仅一个回合 几位士兵全部败下阵来 此时 肠上谨慎的布朗依旧不死心 他仅跟在浩克后面疯狂扫射 而当他再次瞄准时 才终于看清对方的真面目 浩克也不废话 直接送出跑车当临别礼物 好在布朗反应迅速 这才躲过一劫 之后布朗质问将军 为什么班纳身边 还有一个这么可怕的怪物 将军则告诉他 布朗一听不淡定了 将军告诉了布朗事情的真相 班纳之前一直在做超级士兵的实验 可以提高士兵的战斗力 布朗听完眼前一亮 这就是他穷尽一身都想拥有的强大力量 随后他主动提出成为实验品 将军接受了他的提议 并给他注射了超级血清 而班纳这边也回到了米国 他决定查出自己变异的原因 并找到了女友贝蒂帮忙 贝蒂拿出一个U盘交给了他 这里面正是班纳当年的实验资料 第二天 正当班纳准备离开死地时 军方的人突然出现布下天罗帝王 将班纳团团包围 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这个男人用亲身精力告诉你 千万不要在浩克面前装逼 就在不久前 男人才刚刚注视了浩克的血清 这让他更加渴望得到浩克的强大力量 于是当班纳准备和女友分开始 大提军队开始对其展开围锥堵截 而班纳为了保护贝蒂的安危 他决定独自一人吸引火力 还把储存资料的U盘藏在口中 正当他继续逃跑时 将军立刻命令士兵释放催泪弹 很快 烟雾笼罩了整条走廊 班纳赶紧用衣服捂住口鼻 可当他看到没有被士兵欺负 他的愤怒再也无法控制 士兵们拿起武器 对着浩克就是一顿扫射 无奈他皮糙肉厚 普通子弹根本无法对他造成伤害 浩克奋起反击 举起一顿重的装甲车 对着士兵一顿猛砸 接着一发铁弹冲击 瞬间摧毁了数台装甲车 士兵被打的屁滚尿流 这时注射了血清的布朗决定和浩克过两招 他拿着榴弹枪对着浩克就是一顿输出 接着更是凭借灵活的身法 每次都显显避开攻击 显然是血清发挥了作用 此时两台超声波装甲车赶来支援 在最后一刻 布朗把浩克引到了攻击范围 直见强大的声波攻击 立马将浩克震的动弹不得 不过浩克越是愤怒 那他的力量也就越强 只见他缓缓起身 眼看已全军覆没 呼朗不服地走向浩克 开始打起嘴炮 眼见已经无法抓住浩克 将军只得下令撤退 女友见浩克这么大 竟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 不料这是一辆武装直升机 出现在浩克身后 随即朝浩克展开猛烈的攻击 浩克见状赶紧上前一把 将女友护在身下 接着甩出愤怒一击 剧烈的爆炸和大火 也没能伤到他分毫 不得不说这版的浩克实在太强了 浩克抱着昏迷的女友 来到了一个山洞里 他小心翼翼地将背地放下 可以看出浩克有着班纳的情感 而背地可以让浩克冷静下来 于是当浩克变回班纳后 女友就迫不及待地带他来到卢家 时间紧任无重 两人直接开始做实验 眼看心率超过150 女友更加兴奋了 接下来的不好看我就帮你们看了 结束之后 班纳找到了一只和他 保持联系的生物学教授斯登博士 博士一直对其体内的浩克进行研究 而班纳找到博士 就是想让对方帮自己 彻底消除体内的浩克 博士的治疗方法十分简单粗暴 他先是把班纳固定在床上 然后通过电机的疼痛 刺激班纳心跳加速 来快速唤醒体内的浩克 班纳的骨骼和肌肉开始突变 眼界马上就要失去控制 于有健壮赶紧坐到浩克身上 安抚他的情绪 而博士趁机给他注射了一关紫色解药 很快 浩克体内的伽马脂开始下降 慢慢地变回了班纳 这次的治疗非常成功 博士想要将浩克的血液样本保存下来 做更多的研究 可班纳觉得应该立即毁掉 如果血情被军方的人抢走 他们便会制作出可怕的怪物 但博士却不以为意 他认为可以利用这些血液 研究出更多的伽马技术 到时候说不定能治疗百病 就在他们争论不休时 埋伏在不远处的狙击手 突然用麻醉枪击中了班纳 就在班纳失去意识之前 被浩克打成粉碎性骨折的布朗 竟然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他眼前 他拼命摇晃班纳的身体 试图唤醒他体内的浩克 但班纳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就在班纳被军方带走后 布朗威胁博士 让他给自己注射浩克的血清样本 迫于无奈博士只能照做 随着血清的注入 加上伽马射线的照射 布朗变成了一个全身骨质增生的大怪物 男人为了打败绿巨人浩克 竟然将浩克的血液打进了自己体内 就这样 布朗变成了比绿巨人更加怪异的存在 憎恶巨人 此刻的他眼里只剩下破坏和杀戮 像扔皮球一样举起汽车到处乱人 士兵冲他发射了一枚火箭炮 却被曾物徒手接住 看到这种情况 罗斯将军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这都是他想批量生产超级士兵 才造成了现在的恶劣情况 眼看形势越发无法控制 班纳主动请求将军让自己去对付曾物 可由于刚刚注射了解药 现在班纳也不知道能否再次变身 但为了市民的安全 他必须放手一搏 在和女友深情告别之后 从飞机一跃而下 下一秒 一只巨大的手掌从土里伸了出来 班纳成功变身成无敌浩克 接下来就是两大巨人的决斗时刻 曾物的快途明显比浩克大上不少 他飞升一个爆栓 直接把浩克甩飞机北迷远 起身后的浩克 将警车劈成两半当作武器 对着曾物一顿疯狂攻击 硬是将他砸进地里 可曾物一脚就将他踹到百米开外 将军连忙下令士兵用机关枪协助浩克 被惹怒的曾物一跃而起 硬是把飞机给拽了下来 浩克想要救出女人 不料被冲出来的曾物按在墙上磨擦 更是用骨丝插入他的胸口 这时摔漏油的直升机燃起了大火 眼尖驴有陷入危险之中 浩克用尽全力振脱曾物 然后使出一招如来神掌 趁着浩克救人的功夫 曾物甩起铁链将浩克打翻在地 接着他更是想要 在浩克面前亲手处死他的爱人 这无疑彻底激怒了浩克 他瞬间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曾物一个重心不稳 反被自己的铁链砸倒 浩克见状快速冲上去 用铁链死死锁住曾物的脖子 就在曾物快要被勒死时 圣母星爆发的贝蒂却出言阻止 他不想让浩克变成一个杀戮机器 浩克最终还是选择放过曾物一命 尽管浩克阻止了这场灾难 但他心里清楚自己依然是个一类 在跟贝蒂告别后 他纵身一跃消失在众人的事业当中 画面一转 独自在命令中修行的班纳 终于可以自由控制浩克的变身 影片结尾 钢铁侠找到罗斯将军 询问浩克的下落 而他正在组建一个联盟 需要浩克的帮忙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